第二張國會選舉 當地的公共媒體 以設公集右派的自由洞 提到二十九點一%的選票最多 接近的人民島是提到二十六點二%的票 拜第二 這也是自由洞 在日前以來 頭一次來假設國會第一大洞 自由洞提到二十九點一%的選票 比你說一九年的選票增加十三百分點 是離出世界大臣後 第一承綴國會第一大黨 我相信 他們會給我們 我們有歐斯特萊斯的故事 因為這是第一次的事 是 自由洞的國會選舉的第一 所以他們必須要反對我們去哪裡 自由洞的背景是 歐洲極章政黨起來 由政立市分組所創立的極有政黨 這是領導人即刻 他的立場很極端 他反對議民 正義相關公共措施 對歐民起懷疑的台島 並且跟旁邊的國家匈牙利的總理 歐班緊密結明 要由歐地利總理內閣莫所領導的人民黨 在這本台算提到二十六點三%的票數 拜第二 各議聯合政黨的立黨是提到八丹六洞的三票 聯合莫對極有派政黨的票超過癮感到很危憾 也強調每個自由黨做聯合政府 西部的民眾在奧地利國會大陸外國會 就要到標誌大陸下發到達成立國會 議會 因為直到他立場很極端 沒有任何政黨外議跟他做聯合政府 所以無論是要進入 內閣的這些政策總理來做過 都尤其是很大的挑戰 轉到任期 人民當時不會接受 這些教授牌 他們有可能跟社會民主黨 還有新奧地利跟自由聯大 做聯合政府 這有可能會讓奧地利的政大 第一邊出現三黨聯合政府 恭喜新聞 定位林彭宏